Nate老师关心您 疼痛管理和运动 如何透过运动减轻肋风湿性关节炎的不是 肋风湿性关节炎RA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 它常伴随着关节疼痛和肿胀 这可能让患者的生活变得极具挑战性 然而运动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可以帮助RA患者管理关节疼痛 提高生活质量并缓解疾病的不是 本影片将深入探讨如何运用运动来管理关节疼痛 以减轻肋风湿性关节炎的不是疼痛和RA RA的疼痛通常是其最明显的症状之一 关节疼痛和肿胀可能在早晨尤其严重 造成关节僵硬感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疼痛可能迫使患者减少活动 这反过来可能导致肌肉虚弱和更多的疼痛 进入一个痛苦的循环 运动如何减轻疼痛 运动对于减轻RA疼痛具有多重作用 首先 它有助于增强肌肉 提供支持并减轻关节的负担 通过增强周围肌肉 可以减少对受影响的关节的压力 这有助于减轻疼痛 其次 运动有助于改善关节的灵活性 当关节变得僵硬时 疼痛感更加明显 定期运动可以帮助保持关节灵活 减少关节僵硬感 第三 运动有助于释放内原性物质 如内肺和脑内肺 这些物质可以减少疼痛感知 这意味着在运动后 你可能会感到更轻松 疼痛感会减轻 此外 运动还可以改善心脏和血管健康 促进血液流通 有助于减少炎症 这可能对RA患者的症状有所帮助 因为RA是一种免疫系统攻击关节的疾病 选择合适的运动 选择合适的运动对于RA患者非常重要 不是所有运动都适合每个人 因此你需要谨慎挑选活动 以确保他们不会加重症状或对关节造成损害 以下是一些适合的选择 1.温和的有氧运动 像步行 游泳和自行车骑行这样的 有氧运动对于RA患者来说是理想的选择 这些活动可以提高心脏健康 同时减少对关节的压力 2.瑜伽 瑜伽是一种温和而有益的运动 可以增强肌肉 提高平衡性 并减少压力 它还有助于改善关节的灵活性 3.力量训练 使用较轻的重物进行力量训练 可以帮助增强肌肉 减少关节受力 这有助于支持和稳固受影响的关节 4.伸展运动 定期伸展运动可以减少关节僵硬感 提高关节的灵活性 这对于RA患者特别有益 5.风格和节奏 当选择运动时 考虑自己的喜好 喜爱的运动更容易持之以恒 同时注意运动的节奏 适度的活动更容易掌握 安全的运动实践 在开始运动计划之前 有一些安全的实践要记住 首先建议与医生或物理治疗师 讨论你的运动计划 以确保它符合你的特定需求和能力 它们可以提供定制的建议 以确保你的运动安全性 其次 要记住温暖身体 在进行运动前进行轻微的伸展运动 和热身活动有助于减少受伤风险 同时 在运动后进行冷却运动和伸展也是重要的 有助于减少肌肉紧张和僵硬 最重要的是 要倾听你的身体 如果你感到疼痛或不适 不要强迫自己继续运动 休息是重要的 特别是在RA恶化时 结语 运动是一种有利的工具 可以帮助RA患者管理关节疼痛 提高生活质量 并减轻疾病的不适 通过选择适当的运动 定期运动 并注意安全实践 你可以改善你的关节健康 减少疼痛和肿胀 同时提高整体生活质量 与医疗专家合作 制定适合你的运动计划 这将有助于确保你获得最大的好处 记住 运动不仅仅是对抗RA的工具 也是提升身体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方式 Nate老师关心您